在2024年的农历五月,鼠蛇的人将迎来一波财运高峰,其原因可从以下命理角度分析,天干地支相生相助。 2024年为甲晨年,五月通常对应农历的五五月,此时天干为甲物相遇,地支沉五相见。 甲木和物土在五行中正好构成相生的关系。 甲木能生物土,表示鼠蛇的人可从环境或人际关系中获得支持和帮助为财运的提升创造条件。 而地支沉五的相遇虽然暗含着一定的冲突,但也象征着变革和新机遇的产生,鼠蛇的人如能妥善应对,会在变化中捕捉到发财的契机。 流年运势与个人命盘呼应,对于具体的鼠蛇之人而言,如其个人命盘中五行土金较为旺盛,那么2024年,尤其是农历五月更是财运旺盛的时期。 甲物相生有助于土金的生长,代表着金钱或财产的增加。 鼠蛇的人可通过投资、理财、甚至创业等方式获得财富的增长。 把握人际关系方面的机遇,由于害水在粘干假木的作用下,代表智慧和情感的流动,鼠蛇的人在农历五月应特别注重人际关系的经营。 此时期,通过建立或加深与他人的联系,不仅有助于自身事业的发展,也可能因此接触到有益于财富增长的信息或机会。 虽然农历五月财运家,但鼠蛇的人也要注意健康和情绪的管理,因为年之尘土与月之五火的相冲,将可能带来一定的身心压力。 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才能更有效地抓住和实现财富增长的机会。 鼠蛇的人在农历五月期间,想要提高自身的财富,可以通过以下几个策略来实现一合理规划财务。 首先要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包括收入、支出、债务和资产等。 根据这些信息制定一份合理的财务规划,划定预算并坚决执行。 同时,留意任何减少不必要支出的机会增强节约一时,为未来的投资和储蓄留出空间。 二,投资与理财。 基于对目前市场的分析和自己的财务规划,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与理财产品。 农历五月是一个适合鼠舌人采取行动的时期,但在投资适应避免冲动和过度风险承担,重视对市场趋势的长期关注和分析。 三,拓展人脉,寻找机会,利用农历五月的良好氛围,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和聚会,拓展自己的社交圈。 在这些场合中,可以留意于自己领域,相关或者互补领域的人才和机遇,可能会找到合作的机会,或者获得宝贵的建议与资讯。 四技能提升或副业发展。 鉴于农历五月对鼠舌人来说是个不错的时机,可以考虑进一步提升个人技能或掌握新技能。 这不但能够提高自己在职场上的竞争力,还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财务收益,或者考虑开展副业,侦查市场需求,利用自身专长创造额外收入。 无关注身体健康,健康是赚钱的本钱,无论如何追求财富增长,身体健康都不应该被忽略。 在忙碌的投资、工作或学习中,别忘了适当休息和运动,保证足够的睡眠,并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携手成功,享受财富的基石。 通过以上策略,鼠舌的人在农历五月期间可以有效地提高自己的财富水平。 然而,需要记住的是,无论是投资还是开展任何计划,都需要有耐心和坚持,并且适应环境的变化,灵活调整策略。 综上所述,鼠舌的人在2024年农历五月有较好的财运,但财运的实现并非自动到来,需要鼠舌的人依托其个人命盘特点, 结合荡月的天干地质变化趋势做出合理规划和调整。 同时,注重人际关系的经营,保持积极健康的身心状态,将进一步帮助鼠舌的人在农历五月抓住财富增长的机遇。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市场有自己的运势,我们称之为市场经济周期,人有自己的运势,我们称之为气数。 所谓的气数其实跟周期是一样的,在短时间内不会轻易变化,在长时间内又会出现不同的转折,反正枯荣兴衰,有序发展这八个字就是最好的概括。 谈到气数,就不得不谈到人之财运。 人之财运,那是会持续一阵子呢,还是会持续一辈子呢? 每个人的财运都只会持续一阵子,而不会持续一辈子。 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财运是短暂的,而不是长久的。 试想,如果有钱人的财运长久,那穷人不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吗? 如果每个人都财运长久,不就没有穷人了吗? 市场的一个波动,一个周期性的变化,就能清退一批旧的富人,以及造就一批新的富人。 这便是所谓的风水轮流转,说得直白一点便是财富的洗牌。 财运多半只会持续一年半载或者持续好几年,等过了这段时间就会逐渐走下坡路。 看一个人有没有财运,其实他的脸早已给出了答案。 谈几脸之前,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人能够拥有无限的财富吗? 数量上亿的人类族群可以拥有无限的财富。 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不可能拥有无限的财富,只能拥有相对的财富。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普通人,一辈子能够赚到七位数的钱财,就不错了。 奢望更多,除非碰到了机遇,或者碰到了提拔你上去的贵人。 人们都希望大富大贵,这是很难做到的,除非是命运女神眷顾的幸运之子。 人那么多,命运女神又怎么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呢? 从二八法则的角度来说,80%的人只能拥有一般的财富,甚至在生活的边缘徘徊。 唯有那20%的人,才能拥有巨额的财富,财运爆棚。 后80%的人,跟前20%的人,无论在形象上,还是在底气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基本是能一眼看出来的。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外在和内在是相互成就的,面子和理子也是相辅相成的。 不是理子决定了面子,就是面子反作用于理子。 所谓面由心生,言随心表,行随心动就是这个道理。 人之财运写在了脸上。 脸上到底有什么呢? 人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有眼睛、鼻子、嘴巴、眉毛,还有两侧的耳朵。 这几点,就塑造了不同的面容和相貌。 我们看一个人的脸,难道就是为了看他的样子那么简单吗? 并不如此。 我们看别人的脸,是为了看他整体的形象,以及所蕴含的气息。 这种气息,我们可以理解为人之气质,人之底蕴,或者人之磁场。 有些人长得落落大方,哪怕样子一般,气质也显露了出来, 根本无法掩盖给人一种瑕不掩鱼的感觉。 在整体气质的加持下,没丑什么的,显得毫无意义。 而有些人长得特别漂亮,但没啥气质,眼神也特别空洞, 根本就没有做大事的磁场。 可以说,这些人长得再好看,也只是花瓶,无法招纳所谓的福气和财运。 人之气质,那是跟人之磁场有关的。 磁场具有震慑他人的威严之气,那磁场的主人就是领导。 磁场具有财运旺盛的那幅之气,那磁场的主人就是富豪。 所谓的五官或者相貌就是以整体的样貌构造, 去把气质和内涵展现出来,让别人感受到这个人的气息。 一些身有财运的人,哪怕他们再怎么低调, 只要跟他们接触一段时间,我们就能知道他们的身份。 为什么低调,也无法掩盖他们财气呢? 这就得看观察者的眼光和水平了。 有些人没啥眼光,只看颜值,无论他们怎么看,都只能看到表层的东西。 我们称这些人为肤浅之人。 而有些人混迹江湖多年,知道怎么跟低调的人打交道, 并且从他们的微表情中进行观察,就能发现深层次的东西了。 首先,遇到问题的时候,有财气的人基本会比较淡定, 说起话来也很有底气,并没有任何慌张的情绪。 让他们有底气,且不慌张的,就是他们兜里面的钱。 而养成了镇定情绪的他们,自然就能在竟能生财的过程当中, 吸收到更多的财气。 其次,无论谈及什么事,有财气的人都会心平气和, 甚至不刻意彰显自己,表情和神态都平平淡淡。 唯有没有钱的人,才会刻意显摆。 真正的财气并不需要刻意显露, 因为他自然会通过人之言行举止展现出来。 不刻意,且姿态自然的人,才是真正的有才人。 往后余生,多修养自身的底蕴,多培养自己的气质, 这比肤浅的样貌更重要。 好了,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天道酬勤,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下期见。